刚刚把骨骼说完了 接下来说明肌肉如何控制你的运动呢 我们人体的肌肉 具体性质分为三类 有平滑肌 有心肌 有骨骼肌 那你看名字 平滑肌通常就是内脏的肌肉 我们前面其实介绍过 动脉筋脉的那个外面的肌肉就是平滑肌 那心肌构成心脏就是心脏 骨骼肌位于骨骼上控制随意运动 所以骨骼肌的运动是随意的 随大脑医师控制的 好的 那这三个肌肉呢 我们用这个表帮大家整理好了 你只要这个表看懂就OK了 好 这个表情搭配下面的它的外形 我们一一来介绍哦 平滑肌 它是单细胞 两端尖尖 细胞上面没有纹路 它是没有横纹的 叫无横纹 它的细胞核位于细胞的中央 好 所以它的特质就是 一个细胞一个核 核位于中央 没有分支 没有横纹 它是不随意的 好 接下来看中间这个是心肌 心肌呢 细胞核在中央 一个细胞一个核 有横纹 有分支 这就是分支 所以心肌构成心脏 它的特点在于 它有分支的 它有横纹的 但它依然是不随意 你不能控制心跳 对不对 好 最后一个是骨骼肌 骨骼肌呢 因为它的细胞和细胞之间 中间的膜打断了 所以它变成一个细胞 有好几个核 它叫做多核 没有分支 具有横纹 它是随意的 只有骨骼肌是随意的 好 那这个表跟下面的图 要搭配起来 知道一下它的外形跟特色 我把非常独门的特色圈起来 你就知道了 什么比较了 现在平滑肌吧 平滑肌有什么独门特色呢 平滑肌没有横纹 就只有它没有横纹 好 接下来 那心肌有什么了不起呢 只有只有心肌有分支 那骨骼肌有什么了不起呢 就只有骨骼肌合很多 而且合位于细胞的边边 而且它是唯一的随意肌 所以被我圈起来的 就是它独有的 这样可以帮助各位 很快的比较 好 那我们再念一遍 平滑肌 两端尖尖没有横纹 不随意肌 细胞合在中央 只有一个合 心肌一个合在中央 有分支有横纹 构成心脏不随意 骨骼肌合在边边 很多合 有横纹不分支 是随意的 好 以上这三种肌肉的比较 大家有没有问题 如果这三种肌肉的比较 大家没问题了 我们就找一个例子吧 各位看这个女生 厉害厉害厉害 有看到吗 好 上面这个肌肉呢 叫做二头肌 它的收缩造成的躯体躯起来 所以它叫躯肌 而下面这个肌肉呢 叫三头肌 它的收缩造成肢体往外伸 所以叫伸肌 有看到肌肉的命名都这样命的 你的收缩造成什么 比如说 这个肌肉的收缩造成吸气 你叫吸气肌 这个肌肉的收缩造成肢体往内躯 你叫躯肌 这个肌肉的收缩造成肢体往外伸 你叫伸肌 你看这个二头肌跟三头肌 是不是作用刚好颠倒 作用相反 就叫结抗 二头肌跟三头肌 互为结抗 一个是躯肌 一个是伸肌 像这个结抗作用 你们国中其实学过 就是胰岛素和升糖素 作用相反 胰岛素跟升糖素 互为结抗 作用颠倒 二头肌 三头肌 作用也是颠倒的 一个伸一个躯 所以也称为结抗肌 所以在肌肉的最后 顺便叫手背上的二头肌 二头肌 他们互为结抗 什么叫结抗 功能刚好颠倒 相反 就叫结抗肌 好了 以上就是肌肉的最后一个部分